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这边 我要介绍的是多媒体 因为简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用到相簿 需要用到表格 例如说我们讲那个多媒体 我假设这个是三格主题 我希望它标示在右上角 让别人知道我现在在讲的总共有几个大主题 然后现在已经讲到第几个主题了 这样可以用母片来做到吗?可以的 所以我有三个主题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直接先到这个检视底下的头影片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套 蓝色的这一套 然后接下来我就先打三个主题 三个主题 因为我觉得这边是空的嘛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我就放在这边 你放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很小 所以不够放 放在左边我觉得也不太适合 放在这边 所以我做三个物件 第一个物件 时间在常用底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一个 例如说绘图的物件 看你要放什么绘图的物件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放一个 往下的 然后稍微要把这个方向呢 转一下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还要再做第二个 第二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再插入一个 第二个 那这个的话就要选择它了 转一个方向 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两个了 那是不是可以做出第三个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第四个 第五个 如果你有很多的那个 张的那个标签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针对这一个物件 我是不是先输入文字 所以编辑文字 我就可以放 直式的文字 好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放 我现在是要介绍Smart Art 就是第六个主题是不是 第二个是图解釋 第三个是多媒体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输入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以把这里面的字啊 稍微调整一下大小 接下来第二个是不是一样编辑文字 我要放的是图解式 图解式 这个文字稍微转一下方向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这样子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那字稍微改稍微缩小一点 图解式 再来第三个编辑文字 就是多媒体 等一下可能要考验你了 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其实也还好 或者是多版英文字 那现在重点 我现在要讲的是正义化 对不对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物件标一个特殊的颜色 这个物件我是不是可以填内容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要特别呈现说我要讲的是这个题目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换一个颜色来呈现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换一个颜色来呈现 例如说我把颜色换成 你能发现因为我现在选择那个 配色它里面选来选去大概就是这些颜色 所以我要凸显说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一个 所以我换成这样子好了 就是有名于其他的颜色 我选择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是第一个版型 第一个版型 然后把右键点它对不对 去做什么 复制版面内置 这边又产生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记得要把它的颜色恢复 这个颜色先恢复 所以怎么恢复呢 在这边格式底下的一个贴款 我是不是要改回来刚刚那一种颜色 应该是这一种 这个不能用跟你试试 不一样的概念 不一样的概念 现在我要等于说建立三张不同的一张版型 准备即将要套用 让别人看就知道 我现在已经介绍到什么的段落了 例如说这个图解释 我就选择它的填满 是选择这一种 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再做一件事 复制 复制版面配置 这一种的话是不是颜色都要改回来 改回来成这一种 然后多媒体 多媒体 然后改成我这一种 对不起 我选错了 只要选到它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套用 我这边是有三张 版面配置 然后分别 分别 比如说这两张的版面配置 要用谁 这两张的版面配置 我要用它 这三张 这三张滑鼠右线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我要用 不是这一个了 是这一个 接下来下面全部都是在讲多媒体 六七八九十 滑鼠右线 版面配置 这一个 你看一下 当我今天我在播放的时候 这第一张 没有那个章节 第二张 有看到 让别人知道说 我现在讲的是这个 smart heart 这个主题 这样 inter 是不是也是在讲smart 这个主题 这样一下 inter 有没有看到 就直接换到 图解释 这样一下 也是在介绍图解释 再介绍 这样一下 inter 这一页 是不是也是在介绍 图解释 好 再这样一下 之后全部都在介绍是多媒体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呢 可以让观众更加了解 你介绍到哪一个主题了 所以这也是透过母片 来去应用的一个技巧 标清楚我们的一个账钱 好 那就要请你们来去动手 做一下咯 听得懂这个观念吗 还是我再讲一次 其实我只是在母片里面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这三种一模一样的内容 只有什么 这个底色 换掉而已 三种这三种这三个物件全部都一样哦 我只是在检视头影片里面 这三种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这三种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颜色的选择 第一个呢 Smart它的底色换掉 第二个不是Smart换掉颜色 而是土解释 第三个是多媒体 然后我再分别在这里 离开母片之后 分别去套用 这两张我是用Smart那个会换色的那个版纸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考验你们来说会不会做这样子一个快取图案 母件而且上面大那个正文字 我觉得这你们应该都 做过不晓得多少次了 可是只是我现在教的 请记住哦 是一个母片里面章节的一个清楚的标示 一种清门善动所能去完成 我们还是快速的做一下给你 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当我在播放的时候呢 我会希望说让别人知道 我现在在教的是Smart Art 这两张都是Smart Art 再接下来下一张 这连三张我要讲的主题是图解释 再下一张也是图解释 再下一张也是图解释 在下一张开始 我通通都在介绍多媒体 这有什么好处 这可以让别人知道一件事情 我现在已经进展到地景的主题了 所以这件事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的 好